IPv6 让网络持续 什么是IPv6 现在接通互联网的IP地址版本是IPv4 但有太多人、太多装置都需要网络地址 所以就用完了 而IPv6是最新的版本 IPv4有43亿个地址 但IPv6可以容纳的地址就多到机会无限 是否好像电话号码不够用后就再加几个位置 聪明 分别是你需要更换或提升你的电话装置 情况就像一块田中满沙萝卜 现在要一块超大的农地去种更多的萝卜一样 哇,好耶 那有位置放我的iPhone、Android Phone、iPad和Notebook 是啊 而且IPv6除了有无限的地址之外 还可以有更多的流动装置同时上网 哇塞 我现在是否可以用IPv6 如果你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许可 你就可以接驳到新的IPv6网站 但会有些限制 例如慢点或者有些延迟 那我怎样才知道我的操作系统可以接驳到IPv6 Window Vista、Window 7和苹果的Mac OS X都可以 那如果我想全面使用IPv6 我要怎样做呢? 那有三个步骤的 第一,就是查询你的互联网供应商有没有提供IPv6 第二,看一下你的网络装置有没有IPv6 ready这个标志 第三,就是确保你的操作系统支援IPv6 你也可以去到www.ipv6now.hk 查一下在香港有什么装置、操作系统和互联网供应商 可以支援IPv6 好的,让我马上去查一下 那又不用那么急 IPv4和IPv6 会同时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现在的IPv4服务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咦?那我全面使用IPv6之前 还可以用现有的电脑浏览我想去的网站? 对了,但是你在提升软件和硬件之前 都应该先详细了解IPv6的好处 哦,我明白了 IPv6,让网络持续